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所措 这位成员集体愣在台上面面相去 睁大眼睛只能继续定格不动 待战三十几秒之后 背景音乐才正确播出他们的提提 成员们幸好立刻收回情绪 专心演出获得全场欢呼 这次发生在26号晚间韩国SBS电视台年末歌谣大战 盛大的表演舞台集结了今年所有发片的歌手和团体 但却出了这一种包 观众原本还以为是特别交换舞台 也就是两团互相交换演唱彼此曲目 没想到不是惊喜而是惊吓 让粉丝痛骂这真的太离谱了 其实之前Twice也常因为意外事故登上媒体版面 像是之前表演彩排时日记成员Momo 在变幻队形时 没注意到舞台的设计 两边都各有一个缺口 让他插点踩空摔下舞台 还有一幅危机 Momo身上穿的黑色小可爱 疑似神洁松脱 整件衣服都飞起来 看起来Twice不止实力受到肯定 红翻天的气势让他们一举一动 都受到媒体关注 TVB新闻追放临指挥综合报导 而说到大战 这次SBS的演艺大厂 同样请来了Twice表演TT这首歌 台下观众都随着节奏 跟他们一起任务 还包括了李光珠汉 刘再席 You will hear your face You name it move him Numb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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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like GC Just like GC Tell me that you'll be my baby Yo I'm Lover Lover Can't Lover Boy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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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ight Love Epo SPS 感谢 3月5分钟 今天晚上 大家一起追踪 Bi U S A S O R N N G M 大家一起追踪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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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到的是Big Bang成员 GD跟Top也分别亮相 跟其他的前后辈一起带来 难得一见的合作舞台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Top跟大前辈严正华合作 严正华是时隔8年再次回归舞台 47岁完全看不出来 身材很火辣 舞台魅力十足 而代表作Disco这首歌 温岚有翻唱过 当他唱到一半的时候 Top像模特儿一样走出来 帅爆现场 而这段影片因此登上了 大陆微博热搜的第二名 E.G.S U G As Link 也没漂亮 Up by跟 uncle I.S U.Serei C D.I.S.C.O Se She Euh Ni.Sai Let контр.: Yeah U gas ish Let ch D.i.E 再看到的是 Big Band的队长GD 压轴 合作的对象 都是大事歌手 包括了前图恩英万队长 进军美国被称为 是韩国最火热 女rapper的CL 另外拿到了 2016饶扯奖项的 比划爱还有Ocasia 这四个人 共同带来了一段 嘻哈盛典 大家看到GD 从头到尾 好像没看到她的脸 一身金衣 都是自创品牌的衣服 配合曲目百万元这首歌 帽子上面 别了一百万韩元 网友称赞 这太有巧思 也充满着舞台魅力 光看变态大家都觉得不够 不过再来看看今年受视率翻身 颇有扬眉吐气感觉的 KBS电视台 演艺大赏是由李辉才主持 如果台湾观众有看 超人回来了对他会比较熟悉 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舒颜舒俊 人气很高 就这典礼一开始 双胞胎就冲上台 抱爸爸的大腿 还在舞台上狂奔 逗得台下 哈哈大笑 男孩一人李辉才的儿子舒俊 看到爸爸在台上主持 完全不误典礼正在进行 直接冲上台 抱住李辉才的大腿不放 可爱模样让一旁的惠丽 笑到无法主持 结果另外一个双胞胎舒颜 有样学样也冲上台 两只可爱小宝贝 抱着爸爸开心胡闹 只看见李辉才整个人相当紧张 就怕坏了典礼流程 跟双胞胎讲悄悄话 不过情况并没有好转 就连出动综艺大神 刘再席都没有用 但是舒颜舒俊 似乎已经完开了 最后是由女斜心李英子上台 和双胞胎在舞台上远追逐站 一手抓住一个 才把双胞胎带回座位 硬被抓下台才结束这场 逗趣的直播插曲 两只小宝贝的乱录 也让典礼增添不少效果 TV别新闻吴迪润指挥综合报导 明年2月要画下据点 节目的元老制作人金祝亨 在IG发文po出了 大家最熟悉的七人主持群 还有从第一集主持到 第41集的第一代班底 宋仲基的合照 上面显着memory 真的很感触 因为网络妹现在是 录完一集少一集的倒数了 25号看到这一集 圣诞特辑金锁炫来当小精灵 6个成员考一下心电感应 结果连续答对5题 刘再起忍不住说 这是奇迹吧 这是他们累积了7年的默契 没话说 李光珠拿到了SBS演艺大赏 综艺部门最优秀奖 这也是对Running Man的一大肯定了 一上台就哭着 跟每一个成员说谢谢 亚洲王子李光珠 以节目Running Man 爆走2016年度SBS综艺部门 最优秀大奖 得奖人宣布的那瞬间 他忍不住泪崩 起身跟旁边其他成员 哈哈刘再席等人拥抱 一上台除了感谢之外就向大家道歉 因为Running Man即将在明年2月画下句点 李光珠在台上哭着向Running Man的成员一一致谢 就连跟他感情亲如姐弟的宋志孝 更是在台下哭到背对镜头 其他成员也是红了眼眶 场面令人动容李光珠的感人之词也让粉丝看到他为了Running Man这个节目的确付出相当多的心力 此刻获得这个奖不只对李光珠 甚至对其他成员们来说想必意义都非常重大 TVBS新闻追逢林指挥综合报道 我说观众也看到很不舍出到28年日本天团SMAP年底要解散 而这个元老级的团体现在要各自发展了 大家说木村拓载无意的他会继续演戏吧 但是像过去恋爱世代啦 爱情白皮书那样 收视天王的保证 这几年好像都已经不在了 对木村来说这是一大考验 那SMAP对日本社会的代表性也不只是纯偶像而已 是一种象征 我们过去看到板船大地震 他们唱了一首歌加油为灾民加油打气 还有一首大家最耳熟难想世界唯一仅有的话 那首歌呢被当作反账歌曲 三一大地震还提供下载收入拿来赠灾 而SMAP主持的节目SMAP SMAP播出20年又9个月 26号这最后一集瞬间收视是27.4 5个小时都在播一些回顾的画面 但是最后出现的深深一举功谢谢大家 5个人合体再次演唱世界唯一仅有的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欲举功之后队长中居正广真的忍不住转身 背对镜头是累了 另外四个成员看起来也是神情非常的悲戏 那其实呢大家说之前SMAP本来是一个六人组合 森且行退出的时候呢 那么团员也曾经落下男儿类 而事实上呢也会过到了三年前 SMAP成员第一次到大白旅行 在KTV唱Best Friend最好的朋友的时候 中居正广也是悲从中来 无论如何 其实这段影片也是细前预录好的 观众都知道 他们不会再出现在富士电视台了 还是有人去现场守候 而最近日本最夯的月薪交期片尾曲的效应蛮惊人的 电视台TBS利用了大量图片影片 在YouTube上面 在社群网站上面宣传 吸引素人翻拍翻唱 还出现了台语版 而男主角新演员洪道 跨年夜要上红白歌唱大赛 熟悉的旋律大跳练舞 这是日剧月薪交期的主题曲 不过怎么听起来哪里怪怪的 听出来了吗 原本的日文歌曲竟然变成台语版 有网路红人把歌改编 还在中正经验堂拍MV 网友投论度超高 主题曲红翻天传唱度也高 原版主唱新演员 也因为主演月薪交期翻红 打算要在跨年夜 登上日本红白歌唱大赛 最近抢占音乐节目 大跳圣诞版练舞 不光如此 红白歌唱大赛还有个亮点 就是为动画片 你的名字 现唱主题曲的乐团 也将登台表演 还邀请导演 新海誠剪辑特别影片 也让观众重温 电影中的感动 体育BS新闻 拍一位神经 而王力宏在自己的家里 举办了圣诞party 请了很多朋友 包括林俊杰 陈建州 林志玲 好配成等 而王力宏跟林俊杰 这两大金曲歌王 难得的一起合唱 包着吉他 王力宏大秀好歌红 JJ林俊杰帮忙合音 这不是演唱会 而是王力宏的私人耶诞派对 第一次合唱 乔乔加入合唱的 还有Vanesse 吴建豪 三人同台演唱 场面好难得 之后JJ加马秀秦姨 跟王力宏联手演奏 现唱应景的耶诞歌曲 整个派对宛如一场 小型Live Show 王力宏夫妻去年搬新家 豪宅可容纳一百多人 不少圈内好友都受邀 包括吴建豪 陈汉点 王红恩 林志玲 大S夫妻 侯佩岑都出席 而王力宏老婆李靖磊 各式亲自准备餐点 火鸡大餐还有各式小点心 排成耶诞树形状 整个耶诞节既温馨又热闹 加上卡斯超坚强 也让网友羡慕这真是 史上最重量级的耶诞派对 TVBS新闻装配文申请 而接近要跨年了 这个月至少25张华语专辑 推出包括了500郭靖 吴克群 乐团 831 还有Boxing 大家在这个时候发片 其实也兼抢工跨年商演跟尾牙党 而歌手抢这个时间点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今年发片 才有机会报名明年的金曲家 等了两年再发片 郭靖抢在年底前 而这个时间点不止郭靖 曾勾下金曲最佳新人的葛仲山 同样也是等了两年推出新专辑 饶舌结合抒情 另外还有吴克群 我无所谓 我无所谓 乘犯在时间里 云生百味 把自己多年创作的心得变成歌曲 要唱给粉丝听 还有不少乐团也敢在这档发片 若你不觉得讨厌 欢迎来到我房间 我的发生小蜜 像你玛丽的楼梨族 我是会两回 两回的铁鱼花 不凡时代改变 我也在铁鱼花 从五百组成的摇滚乐团 到结合嘻哈饶舌的Bussing 还有831 一爱也是你你死我 我你穿我躲 像是约好一样都赶在年底 推出新专辑 另外还有不少新人 加一加这一个月就超过 二十五张新专辑诞生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统统挤在这时间 除了抢工跨年党还有尾牙 可以接 更重要的是要赶在今年初级 才能报名金曲奖 从商业角度或许奖项肯定来看 种种利多 也难怪不论大小咖 在这年关都要让专辑发行 TVB的新闻 徐坤山 郑翔 台北报道 可望爱情电影星际过客 被大家称为是太空版的铁达尼 你知不知道什么的事吗 没有人都醒了 我认识有什么事 在避免的状态上 珍妮佛·劳伦斯和克里斯普雷特 登上移民星舰 本来要期待到新的星球 但却出了大问题 只是预告中这一句话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没错就是经典爱情故事 铁达尼号 同样都是在船上 只是一艘在地球 一艘在外太空 就连不舍男主角的情绪 也一模一样 我觉得就是他们在最后的 那一段的感情上面的一个处理 我觉得蛮像铁达尼号这一块的 星际过客这部电影 被称为是太空版的铁达尼号 虽然都是爱情故事 但少不了科幻世界的必备元素 就是机器人 你两个人看得很舒服 我们在约会 非常好 饰演机器人的演员麦可欣 在电影里扮演关键角色 可以看到他上半身跟正常人一样 但下半身却是机器 为了能够像机器人一样来去自如 拍摄时麦可欣必须穿着绿色裤子 挺直背跪在机器上 最后再用特效处理 演起来可以说是相当辛苦 不过为了符合科幻电影角色 最近他们把游戏小精灵搬上街头了 有机会坐在里面 一天限12个人 小时候常玩的游戏 小精灵不止出现在电动里 坐进小精灵的嘴巴 让车夫拉着你穿梭打街小巷 这其实是日本浅草年终耶诞的活动 日本民间观光推广公司 与人力车业者共同推出假期惊喜 在耶诞节前后三天 推出小精灵人力车 一天只开放12人搭乘 车身还布置了LED光辉棒 只要使用长时间曝光补捉 还能拍下小精灵的耶诞祝贺 人力车有新花招 计程车也有贴心服务 对着麦克风说话 系统就会自动翻译 日本电信业者与机晨车合作 研发出乘车翻译软体 内建3000个以上 东京的观光景点与车站 并支援中英日韩文转换 日本近年来以观光为主打 各个业界不约而同 推出便利服务 要让外国游客玩得尽兴 与安心 TV新闻众报道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电影《普罗米修斯》的续集 《异形圣约》 好像失速列车的太空版 喜欢电影《异形》的观众应该蛮期待的 因为之前前传普罗米修斯 重灯大一幕 这一次在太空船上 有活人被一种入侵 密闭的太空船无处可逃 预告曝光后 有网友开玩笑说 这真的就像是这一部电影 一个是活尸咬活人 在火车上展开生化危机 另一个是在太空船上 异形进入宿主体内 让人变成异形 还会攻击活人 同样都是在密闭空间被攻击 宛如太空版失速列车 而先前主演怪兽与他们的产地的 凯撒林华特斯顿 这一次也担当女主角 剪一头利落短发 过去雷历史考特 曾经打造科幻片异形 当时的女主角雪哥尼维佛 堪称一大经典 这一次的异形圣约 是普罗敏修斯续集 也是异形系列的前传 异形第一集才出现的雪哥尼维佛 自然不在芯片当中 而先前普罗敏修斯中 导演留下很多伏笔 从前脑预告曝光 就被网友感觉很像失速列车 男女主角能不能逃过一劫 就等上映见分晓 TUBS新闻 潘云维神经合到 在SMAP解散前夕 他们代言多年的日本软银 把历年来的广告 重新剪辑最后打上了 Thank you SMART 大家觉得非常的催泪 一起来看 我们再会了 TUBS新闻 戴上的时候 戴上甚至第四季节被打工 戴上千辈子中 戴上千辰银子中 戴上千辰 risk 戴上千辰柄 戴上千辰ik 戴上千辰西野仙人 戴上千辰山志宣 戴上千辰山北个月 戴上千辰山全得 戴上千辰山空 cloth云上千辰山空 住几山多年 落山然而止 戴上千辰山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